他们生不同年 死于同年同月同一天 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 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剧组 雷氏的夙愿激起了心争 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 剩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 他用了四天时间给妈起名 他又想给自己起个名字 这又想了八天 最后才想起叫唐吉赫德 他要铲除暴力 拨乱反正 置之无理 改进陋习 如果现在不做 为时晚矣 朱莉叶所在的地方 就是天堂 这儿的每一只猫 每一只狗 每一只小小的老鼠 都生活在天堂里 都可以瞻仰到他的容颜 可是罗密欧 却看不见他 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 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 把长江迸作几段 天下再好之良药 对你也无效 你将活不过半个时辰 一果酱把唐吉赫德 连人代码直扫出去 唐吉赫德滚翻在地 狼狈不堪 奸诈之生气 正握在你的手中 你胃上护套 病途有毒脂 这种诡计 已转过头来 害了我自己 你看 我躺在此 将永远不能再起 罗密欧被放住了 因为莎士比亚 因为塞万提斯 今天是全球读书日